高雄市區大馬路 機車狂奔 後面還有兩台 僅用機車沿路追追追 前面的疑似就是 彰化銀行搶匪 他手上有拿槍 而且還有辣椒水 一進門之後 就跳進櫃台裡面 拿出這個手槍 朝著這個女行員說 錢拿出來 搶匪一開始小聲說話 拿起50元現金鈔票 民眾還以為在開玩笑 等警鈴大響才發現 真的是搶劫 搶匪也跟著抓狂 他是聽到警鈴台 真的是倆功的 我有看到他跳進去 所以他就是 因為他在跳的那一上 我才往外跑 他剛好又在我旁邊 我有看到拿一疊錢 歹徒得收50萬元之後 衝了出來 當時候他將摩托車 停在這個地方 隨後跳上車 趕緊的逃往那個方向 槍匪奪門而出騎車逃逸 目擊民眾才知道不是演習 而且槍匪手裡還拿槍 真的是賤回一條命 他帶著安全帽進來 沒有人發現他有其他的意中 包括裡頭的保全人員 還有說他當時候有要辦什麼業務 沒有 就進來直接 對 進來直接跳進去 高雄彰化銀行 被歹徒持槍和辣椒水 搶走50萬元 7月台中殺戮合作金庫 也發生搶案 歹徒還拿槍轟天花板一槍 搶走121萬元 兩個半月內 連續發生銀行搶案 也讓去辦理業務的民眾 心驚驚 記者 潘隱文 王家慶 SV小組 高雄到 支持者 潘隱文 cription賀 樱彰化銀行